花林疫情未停歇 今日确诊146人 传播链也从北区乡镇 蔓延至南区瑞穗乡等地 而县府增设了多个快筛战 但是对于偏远地区的部落 平常未进行检疫的快筛检测 疫情进入之后 也造成多个部落 传出确诊者的感染 想要阻止社区感染 却又面临医疗人员的明显不足 清明节过后 疫情爆发 让原本透过疫调 就能够防堵的疫情扩散 却是在隐瞒足迹 开学后交叉感染 让疫情一发不可收拾 稍向部落 不离花林医院 在爆发院内感染后 也随即宣布门急诊暂停 门急诊全部都暂停 那病人是不出不进 那后续呢 我们会持续来看 这个疫情的发生状况 花林地形狭场 许多部落也身处于深山 而在这一次的疫情当中 部落居民染疫 快塞呈现阳性反应之后 也都必须移置20公里以外 地区医院再次进行PCR检测 医疗量能的不足 让偏乡居民相当忧心 整个花莲的疫情已经扩散蔓延 现在距离我们地方偏乡的部落 或者是偏乡地区的一些居民 就要饱受一些压力 所以说介于我们量能不足情况 应该要由我们的花莲县政府 我们的卫生局跟我们地方的卫生所 做个搭配 以及配合偏乡地区的一些医疗长照 或者是文件站的情况 做一个大型的布局 因为有时候人员不足情况 可以借由部落的一些长照机构 或长照人员或志工 妥善地把我们快塞去交易部落 反方于未然 不要说因为发生事情 才去部落 才去偏乡去做处理 偏乡医疗严重不足 让县医院也指出 部落的文件站 是否考虑让部落的文件站志工 或是受过医疗未教的志工 来协助检疫快塞 或是PCR检测 提高医疗量能 才能够减缓疫情的扩散 记者凌杰 花莲市采访报道